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没有人能面对真实的自己 你在座的很多女性朋友可能都不知道啊 就是这个世界上所有长得特别不行的老爷们都觉得自己长得还行 你不信你要问一个男的 你说 哎 我问你啊 蔡徐坤 吴亦凡和你 你们三个放在一起谁最帅 他都不会觉得你在讽刺他 他就觉得 哈哈 我早就知道 我们果然能放在一起比一比 都是这样的 很多老爷们他就根本就没有衣着品位这个概念 我们就觉得不光膀子就是衣着得体 光膀子就是猛男 在街上把背心掀到这儿 一边走一边晒肚皮的老大爷 衣着得体的猛男 我们并非不知道自己长得垃圾穿的垃圾 我们只是能及时地骗过自己 刚觉得 哎呀 我可能是个垃圾啊 马上对自己说 不行 我怎么能这么想自己呢 我可是能跟蔡徐坤 吴亦凡相提并论的男人 我 我说我自己是垃圾 我会挨骂的 是吧 光光骗自己 自己感觉贼好 没办法 骗过自己才能活着嘛 我们为了骗过自己 不惜扭曲自己的逻辑 自费治理 你比如说有一句话叫 吃亏是福 这哪有逻辑 吃亏就是吃亏 它咋能是福呢 那些天天说吃亏是福的人 我怎么没见过年的时候 他家门口贴个亏字呢 你想 多方便呀 比福字好写多了就三华 而且这亏字倒过来贴 这个寓意也非常的喜情嘛 是不是 很喜情 饱含着这个热烈欢迎的意思 亏到了 亏到了 多亏你到了 是吧 真的很好玩 可以试一下 这个亏字倒过来写 长得跟个韩国字似的 往门上一贴 都不知道你是想吃亏还是想吃泡菜 是吧 吃亏是福斯米的 特别好 你看我工作的时候呢 我就总爱客户骂嘛 就是骂完了我 我还得陪笑 但是我不能觉得自己丑陋 我不能觉得自己为了点钱 连尊严都不要了 因为这样我就没法工作了 我必须得觉得我这不是软弱 我这是成熟 我让自己相信这一切之后 我如获心生 每次要见客户的那一天 我都是精神饱满的起床 是吧 然后洗脸 刷牙 换上干净的衣服 打开衣柜 翻出一副崭新的笑脸 贴在脸上 是吧 把电脑一揣 把尊严一扔 推开家门 走喽 卖笑去喽 我见到客户嘛 客户还是骂我呀 就各种讽刺 挖苦 甚至是威胁我 说要撤资什么的 说完之后 他一看我 我脸上挂着幸福而甜美的微笑 他说骂你 你还笑 我说我这不还是为了你嘛 是不是 但是 我知道你要践踏我的人格 所以我早就把我的人格捏碎 碾成鸡粉 是吧 撒在柔软的天鹅笼上 这样你在践踏的时候 不会伤到你 过库 真的被我吓傻了 客户看着我 就不知道我在干啥 我在干啥 我在骗自己呗 是不是我心里想的就是 嗯 我好成熟呀 卖萌了多 卖萌 我真的 我 但是我就是有的时候会想 那我爸妈呢 我爸妈如果知道我在外面一天天的这么不要个脸 他们一定非常自豪 是不是 你就必须骗自己 你骗自己 骗过自己了才能活下去嘛 要不然怎么办呢 像刚才说的上班的这都得骗自己 但是那种刚上完学 又没班可上的人 他是最需要骗自己的 我有个朋友 也不是朋友 亲戚家一孩子 应接毕业生去面试 屡屡碰壁 连续面试了20家公司 没有人要他 最后他就只能骗自己嘛 撂下一句话 哎呀 面试官都没有发现我的闪光点 你想想 面试官都是什么样的人 我给你们讲讲啊 面试官 HR 辛苦工作了多年 工资不咋高 是不是 前途也不似锦 也没有什么过人的才能 唯一的看家本领 就是发现别人身上的闪光点 20多个这样的人光光一顿发现 都没发现你的闪光点 你说你是有多不闪光啊 你这个人得暗淡成什么样 这就好比什么呢 就好比你去医院 然后大夫给你体检报告说 体检报告出来了 很健康 你听完之后落寞地走了 是吧 一边走一边说 哎呀 大夫都没有发现 我身上的癌细胞 是吧 为什么没发现 没有嘛 没有人家怎么能发现呢 有些人说不清哪里好 因为确实不好 是吧 但是也没有办法嘛 就给自己找个台阶下 骗自己 然后呢 就是为了 把长远的事情先推一推 先解决眼前的问题 没事儿 自己信了就好 是吧 书上有句话说得好 有些问题不去面对就不存在 是吧 谢谢大家